清朝嘉庆年间 福州南宇乡有一个叫罗永成的土财主 罗永成家境富有 就是爱财如命 活脱脱一个吝啬鬼 村民们都称他铁公鸡 罗永成在村里吝啬是出了名的 平时走在路上 连地上的石头都想捡一块回家 平时村里哪家丢了蔬菜瓜果 或者丢了锄头扁蛋 都能在罗家找到 罗永成吝啬刻薄 众人都非常厌恶他 不是今天家里的窗被人砸了 就是明天家里的田园被人糟蹋 罗永成在村子口碑几叉 人人都讨厌他 罗永成后来在村里无法待下去 于是把家里的田地卖光 举家搬去了福州城 罗永成在城内的盐雾街 开设了一家钱庄 赚了不少钱财 有一天 罗永成到苍山观音井讨债 收回了高利贷款 两百两银子和三百个铜钱 中午时分 罗永成在观音井鱼丸店 吃了四粒鱼丸 由于鱼丸较小 罗永成没有吃饱 他又舍不得继续花钱买吃 于是便喝了三大碗免费汤 罗永成把肚子灌满后 又拖了老板的一个小汤匙 装进兜里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鱼丸店 罗永成走到苍前桥 突然心脚病痛发作 一阵痛似一阵 痛得他脸清唇子冷汗淋淋 罗永成捂着心口走了几步 只见两个教夫 抬着一个空轿子从他身边走过 罗永成连忙问教夫 抬他去城里阳雾街要多少钱 为首的教夫回答要五百个铜板 罗永成大骂教夫 你们是台人 又不是台棺材 干嘛要那么多钱 不做了不做了 罗永成捂着胸口 勉强走到了大桥头 那台轿子的一路跟在后面 问他两百个铜板去不去 罗永成心疼钱 所以还是摇了摇头 他一边走一边说 台人而已 又不是台尸体 干嘛还要那么多钱 他勉强走了好几步 一直挨到了中庭街 罗永成心中绞痛不已 他实在走不动了 才肯花两百个铜钱上了轿子 叫教夫直奔城内 教夫抬着罗永成 气喘吁吁地赶到查听 由于在路上讲价钱耽误了时辰 教夫们抬着轿子进城时天色已晚 为首的教夫叫阿祥 他给罗永成要钱买火把照明 结果喊了好几声 也没见罗永成回话 另外一个叫阿祥的教夫 见状不妙 掀开教联一看 发现罗永成正搭拉着脑袋 用手摇动时却不见他醒来 阿祥心中暗暗感觉不妙 赶紧伸手摸了一把罗永成的手 发现他的手已经冰凉无比 再摸一摸他的额头 更是冷若冰快 阿祥心中慌了 罗永成不知何时已经死在了轿子里 阿祥连忙示意阿祥 二人把轿子抬到一个偏僻的巷子里 二人一番商议 决定弃轿逃跑 临走之时 二人搜了罗永成的身上 从他庄前的搭帘里取出了那张两百两的银票 又搜出了三百个铜钱 二人打算分了这笔钱 阿祥让阿祥多拿一点 因为他家里人多 阿祥却坚决表示要评半分 两个人正在商量如何分钱时 寻成的四个兵丁正好走来撞见 为首的五长吴连生下令将二人扣住 又从他们手上搜到了两百两银票和三百文铜钱 吴连生怀疑二人当了强盗 劫了钱财在此分赃 于是逼问二人钱是从何处来的 阿祥和阿祥不敢隐瞒使情 只好说钱是从客人身上搜出来的 吴连生掀开叫连一看 发现了罗永成的尸体 吴连生让兵丁们看住阿祥和阿祥 随后汴近城去请示县太爷 片刻之后 吴连生提着灯笼返回了巷子 他说县令老爷已经睡下 今晚不能前来验尸了 明早县令老爷会亲自前来看验 今晚他和兵丁高德胜在此守着尸体 另外两个兵丁压着阿祥和阿祥 去县衙关押 吴连生为何要自己留下来看守尸体呢 因为他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在此看守尸体 明早县太爷到来后 免不了会加许他一番 明早死者家属定然会早早来到现场 打电一二 到时候谁留在现场 自然谁就能拿到打电的钱 首一晚上就能赚个十来两银子花用 简直是一桩再美不过的差事 所以他就主动留下看守尸体 后来又觉得自己一个人实在无聊 于是又留下了高德胜 这天晚上只有淡淡的星光 空气冷嗖嗖的 吴连生觉得长夜无聊 于是买来酒肉在巷子边上的将军庙里 喝酒猜拳打发时间 四瓶老酒和五斤猪头肉 很快吃了个干净 此时已经到了下半夜 二人不知不觉已经大醉 吴连生认为尸体在轿子里不会飞 不如倒头大睡 明天一大早再醒来处理就是 于是二人也没多想 就倒头大睡起来 四日清晨 县令吴德斌带着五座和牙役来到现场验尸 五座在填写诗歌时写道 死者七孝流血 乃劈霜中毒身亡 吴县令让地宝将尸体收敛 把尸体停放在将军庙中 待结案后再行掩埋 便返回县衙审案去了 吴县令端坐公堂之上 怒拍金堂墓审问阿吉和阿祥二人 让二人把个人底细情友依依道来 阿吉说 小的姓张明阿吉 福清县人士 因乡下闹灾生活无以为继 只好流落到福州 以抬轿为生 阿祥说 小的姓马明长祥 罗元县人 同样以抬轿为生 吴县令又问 既然以抬轿为生 就该好好抬轿子 做个良善人民 为何要谋财害命 打劫杀人 二人听罢连忙叩头如捣蒜 大呼自己冤枉 他们不曾劫财杀人 吴县令把两百两银票和三百个铜钱 给二人看了一眼 随即说人赃俱在 不容得他们狡辩 吴县令下令仗子阿吉和阿祥 压义们又是家棍又是板子 打得两个教夫哭爹教娘 几次被打昏死过去 几次又被冷水浇醒过来 最后二人实在无法忍受拷打折磨 不得不编造了一套谋财害命的说辞 吴县令见二人招供 便让他们签字化压 打入死牢等候判决 张阿吉的妻子王氏听到丈夫下语 急忙前去探监 得知此事冤枉 却由于家贫如洗 上门无告 一气之下便萌生了短见 第二天一大早 便出门想要跳江自杀 想不到王氏刚爬上大桥石栏要跳江时 突然后面被人抓住 将他拖下了石栏 原来救下王氏的不是别人 正是城里的老秀才赵老先生 王氏见到赵老先生 不觉泪如泉涌 跪在地上哭泣说救了他没用 他的丈夫一旦被斩首 他也活不下去了 说完之后又想去跳江 赵秀才拼命拦下了他 赵秀才为人善良 见王氏这般愁苦 于是劝他道 蚂蚁尚且求生 何况还是人呢 此时一个路过的老人也来相劝 老人盲问王氏究竟有何冤屈 王氏擦掉眼泪 把丈夫抬轿被冤斩首一事 说了出来 赵秀才和老人听罢 当即决定帮王氏上告 赵秀才为王氏写了一张壮旨 第二天一大早送去了县衙 结果无限令见到壮旨 随便扫了一眼就丢在一边 赵秀才见上告县衙不成 又重新写了一张壮旨上告到福州府衙 福州之府杨松还是维持原判 将壮旨退了回来 赵秀才见状并未放弃 他劝说王氏不要担心 福州府衙不管 就去按查使斯衙门告 按查使斯衙门不管就去告狱状 反正这种冤案不伸张 就不罢休 王氏见赵先生如此大意 便跪倒在地上向他磕头感谢 按查使大人王少兰是个秦官 他接到赵先生递上来的壮旨后 便传见了王氏 随后王少兰又请来赵先生分析此案 赵先生认为 此案有两个很明显的疑点 一是案发之后死者家属一直没来上告 死者身份依旧不明 二是无限令认定死者被批双赌杀 教夫与死者肃无仇恨 为何突然要下毒谋害客人呢 这两点都于情与理不通 王大人听罢 当即表示赞同 第二天 王大人让福州府 将一干人犯和卷宗调来按查斯衙门 他要亲自审理此案 无限令和阳之府 也被叫来按查斯衙门一起审理案子 三位大人坐在暗桌之后 张阿吉、马长祥被带上大唐审问 二人在大唐下呼喊冤枉 客人是得了疾病身亡的 他们并不是杀人凶手 无限令害怕二人翻供对自己不利 赶紧抢先一步怒斥二人胡说 轿子是二人所台 客人在轿子之中死去 武长吴连生率领士兵将二人当场拿获 从二人手上搜出死者的银票两百两合同钱 三百文 人证物证据在 不是杀人劫财又是什么 张阿吉和马长祥大呼冤枉 他们说当时见到客人死去 害怕被连累吃了管死 于是就想将尸体放在将军庙附近的巷子里 由于客人没有给抬轿钱 所以从他身上搜出了两百两银票和三百文筒钱 二人正在商量如何处理此事时 就被吴连生等人当场抓获了 王大人听罢 让二人不要惊慌 把当时所台客人的样貌 衣着和神泰描述一番 马长祥抢着回答 死者失刻伤打扮 面貌围身自脸 上奸下手 年纪大约在三十岁左右 此人中等身材 不高不矮 却有些肥胖 张阿吉又补充道 此人面皮白净无虚 身穿身青色衣服 脚上穿着青色布鞋 布鞋是一双新鞋 王大人让文书详细记下二人的描述 然后传令台官上堂进行验尸 达义们很快从将军庙把棺材抬了上来 打开棺材后 武座进行现场验尸 验尸结果为 棺内尸体面貌为假自行 上宽下尖 年纪大约在五十岁左右 嘴上有黑须 一把高高的身材 穿着蓝布长扇 脚上穿着灰布旧军鞋 武座的验尸 与两个教夫嘴里描述的完全不一样 两个教夫一听当场下的浑身发抖 马上一口同声的说 不是这个人 不是这个人 无限令和阳之府 看着棺材里的尸体 也觉得此事非常蹊跷 为何尸体与两个教夫所描述的不一致呢 王大人眉头紧皱 问无限令到底怎么回事 案发当晚是否亲自核验过尸体 无限令不敢隐瞒 王说当晚没有掩尸 尸体是第二天早上才和验的 当晚是无连生武长和士兵高德胜看守的 所以具体情况只有他们二人知道 王大人让无连生和高德胜上堂对峙 二人来到大堂上后说出了那晚的情况 王大人越往后问 越发现二人知之无无 前言不搭后语 后来一阵逼问后 二人才交代了后半夜他们 因为贪杯喝光了四坛子酒 醉倒在将军庙里不省人事了 无连生和高德胜的窘胎 被王大人看得一清二楚 王大人好生劝慰他们不要害怕 把事情说出来就从宽处里 二人便大胆说出了 那天的详细经过来 原来那天晚上二人喝醉后 昏昏沉沉的就睡去了 半夜里高德胜突然被一阵冷风吹醒 那冷风如冰霜一般冷入骨髓 按理说此时天气还不算太冷 不至于冷成那样 但那阵风的确很冷 高德胜醒来后 揉了揉轻松的睡眼 站起身来去查看停放在巷子里的轿子 有没有什么动静 当晚他们看守尸体时 为了避免行人揭开轿帘 被尸体吓坏 所以他们将两盏灯笼挂在轿子上 以作为警示 那是寻承用的两盏灯笼 油灯在风的吹拂下 不断闪烁跳动 高德胜朝巷子走去 却看见了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 当场差点把他吓死 只见那霞长阴森的巷子里 放着一顶白木轿子 死尸从轿子中爬了出来 死尸毫无声响地取下两盏灯笼 挂在两边肩膀上 往巷子尽头一步步走去 灯笼的颜色在一瞬间变成了绿色 高德胜吓得瞪大了眼睛 那具死尸走到巷子尽头时 还回头看了他一眼 死尸的脸全变成了绿色 死尸体惨白的脸和绿色的光令人胆寒 当时那恐怖的场景令他冷汗直流 上下牙齿不住地打架 高德胜差点被吓死了 他扭头跑回将军庙对吴连生大喊 不好了 死尸挑着灯笼跑了 死尸挑着灯笼跑了 吴连生被叫醒 听说尸体挑着灯笼跑了后 也顿时感觉一丝丝凉意往脖子里钻 但是他很快就镇定下来 他告诉高德胜 闹鬼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现在尸体跑了 明天吴县令来验尸拿什么给他验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 高德胜听罢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吴连生毕竟是个见过场面的人 他盯着将军庙里的一口新棺材 思考了片刻 马上就有了对策 他让高德胜把棺材撬开 点上油灯往棺材里一照 发现棺材里有一具新亡固的男子尸体 于是二人把尸体从棺材里拉起来 背到了轿子里去 当时棺材里的尸体是光着脚的 当初诈尸跑掉的那位客人是穿着鞋子的 这具尸体没有穿鞋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吴连生见高德胜长得高大 脚也和尸体的尺码差不多 于是让高德胜把军鞋脱下给尸体穿上 做完这些事情后 二人把棺材盖上继续睡觉 天亮后无限令来和燕尸体 和燕的就是从棺材里掉包出来的那具尸体 王大人听罢 本当时他们从棺材里挪出来的 那具尸体是否有血 吴连生说尸体蹊跷流血很是恐怖 王大人听罢 当即翻看了那张银票 发现上面盖着罗继钱庄的印象 再询问又得知 最近罗继钱庄的老板罗永成失踪了 于是当场下令 让牙医们满城搜捕罗继钱庄的老板罗永成 经过一番艰苦寻找 牙医们终于在城内一个寡妇家里 找到了诈尸逃走的罗永成 罗永成被抓时 正躺在孙寡妇的怀里 牙医们将他从被窝里拉出来 狠狠给了他两剂耳光 这才把他打醒了 为了寻找罗永成 牙医们被上子骂 被罚银子 还顶着烈日奔跑了数日 没想到这个诈尸的罗永成 躲在这里逍遥快活 在孙寡妇家的房门上 挂着那两只寻尘用的灯笼 罗永成被牙医们 押回了暗茶司牙们 王大人怒拍金堂木 问他为何假扮死时逃跑 还盗走了两盏寻尘的灯笼 罗永成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随后说出了那天晚上的遭遇 那天晚上 他吃了鱼丸后在轿子内昏死过去 那鱼丸肯定有毒或者不干净 一直到了后半夜 一阵奇冷的风将他吹醒 他缓缓地从轿子中醒来 一醒来就发现自己的钱袋不见了 里面的银票和铜钱也丢了 那么一大笔钱丢了 罗永成气得差点当场背过气去 片刻后 罗永成走出了轿子 他见不远处的将军庙里 灯火忽明忽暗 照得里面的棺材若隐若现 他不确定里面有没有人 即使有人他也不敢进去 害怕里面有强盗 罗永成走出轿子后 发现轿子上挂着两盏寻成用的灯笼 他那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又发作了 如今钱袋丢失损失惨重 轿子他一个人抬不动 那就把灯笼拿走吧 罗永成把灯笼取下 挂在肩膀两端就朝巷子口外走去 罗永成没走几步 就感觉后面有人 他回头转脸一看 发现将军庙门口站着一个人正看着他 罗永成担心那人是来追讨灯笼的 于是撒开腿就跑出了巷子 奇怪的是后面的男人没有追上来 罗永成顾不得琢磨 为何男人不来追赶他 一口气跑出了好几里地 罗永成跑巷子后 原本想回家里去 但他看到自己身上挂着两个巷城灯笼 若这样冠冕堂皇地回去 势必会被巷城兵丁逮住 罗永成思考片刻 便挑着灯笼来到了城北的孙寡妇家里 孙寡妇是一个暗昌 罗永成用着两个灯笼换了孙寡妇三次赔素 罗永成就这样在孙寡妇家里待了两天 到了第三天他正睡得相识 就被牙医从被窝里拉了出来 此时他才知道自己 原来自己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 还牵扯进了另外一桩命案 事情真相就是这样 罗永成没有死 所以也就没有死时挑灯笼这样的离奇怪事 死时是不能挑灯笼的 但还有一个疑问是 当时高德胜见到灯笼变成绿色 又见到罗永成一张绿色恐怖的脸 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与罗永成穿的衣服有关 罗永成那天晚上穿了一身深绿色的衣服 作为铁公鸡的罗永成 舍不得买好料子的衣服 那衣服染色过重 衣服上的颜料褪色严重 容易沾染别的东西 当罗永成把灯笼挂在肩膀上时 白纸糊的灯笼被他的衣服摩擦 灯笼的一面很快成了绿色 绿色再通过灯笼的光照放出来 在漆黑的夜里显得非常刺眼 睡眼轻松的高德胜睁眼一敲 当场就发现灯笼变成了绿色 罗永成发现身后有人厚 扭转头来看究竟是何人 为了看清楚对方的模样 罗永成下意识地把灯笼提高了一点 灯笼的绿光照在他的脸上 罗永成因为吝啬只吃了四个鱼丸 喝了三大碗免费汤 此时他已经因为又饿又冷 变得脸色发白了 他那面皮本来就白尽光滑 这一下把脸色的光反照出去 一张又绿又白的脸出现了 高德胜不明就里 所以差点被他吓死 罗永成炸死一案就此真相大白 这一切都是这个吝啬鬼 在巧合下搞出来的事情 王大人当即把罗永成的银票合同钱还给他 并将他训诫了一番 让他以后不可如此糊涂 再弄出些冤假错案来 罗永成跪在地上感谢王大人 保证今后一定改过 张阿吉、马长祥两个教夫 虽然没有杀人劫财 但出事后隐瞒不报 且有偷拿客人钱财的事实 虽然被吴连生和几个兵丁抓获 未能得逞 但他们已经有了偷钱的动机 所以各仗则五十大板已是成见 随后将他们释放回家 二人连连磕头 并表示甘愿受罚 罗永成和两个教夫走后 王大人又处理了吴连生和高德胜 王大人说 他们二人玩乎之手 按律该仗则并进行罚疯 不过他们若是能查出 将军庙里那口新棺材的来历 就可以将功折罪 吴高二人连忙跪在地上表示愿意去办此事 为了查到那口新棺材的来历 吴连生和高德胜 连日来在城里各家受财店明察暗访 生怕遗漏了一家 在一家棺材店里 老板说出了一件事情 前些天 城里南门百塔寺山甲里一号 有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后生 此人自称林大爷 他来店里买了一副棺材 并雇了四个工人来店里搬运 当时议定价钱四十两银子 工人们将棺材运走 并约定安买好后就结账 奇怪的是 这一家人出丧 没有孝子也没有孝女 只有林大爷一个人跟在棺材后面 走到半路上时 林大爷似乎有什么心事一样 精神变得恍恍惚惚的 借口说要回来拿点东西 叫康官的人在路边等待 林大爷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康官的人在原地等了两个时辰 不见林大爷归来 于是派出一个人 去白塔寺山甲里一号找人 结果林大爷去借口溜走了 林大爷跑了 这四个工人只能暗叹倒霉 他们把棺材运回寿材店里 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寿材店老板 问是否能把这口寿材再卖回去 卖得的银子抵他们的工钱 寿材店老板认为寿材已经装过死人 不宜再拿回来收买 于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四个工人渐进退无路 在寿材店里急得团团转 寿材店老板见他们可怜 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 把棺材连同尸体运到将军庙去 那里停放着不少无人收买的尸体 就这样这口新棺材连同里面的尸体 一起被运到了将军庙里 这就是将军庙新棺材及尸体的来历 吴连生和高德上二人听了寿材店老板话 赶紧跑回暗查斯衙门 把情况一五一时的承报给了王大人 王大人当即让人传讯了四个工人 让其中那个曾经去找过林大爷的人说一说 那天他去找林大爷时看到了什么 那个去过白塔寺山甲里一号的工人说 那天清晨他到了山甲里一号 一进门就发觉不对劲 这家人扮丧事不贴白纸 不挂素灯笼 没有宾客亲戚 更不见有人披麻戴笑 也没有亲属的哭喊之声 家里整个冷冷清清 空空荡荡的 整个屋子里就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林大爷 一个是一个年轻女子 那年轻女子打扮得花枝招着 人也长得很标致 林大爷似乎和他是一对夫妻 二人说话很亲密 林大爷见到他进门催促 于是告诉他家里有女眷不方便让他进屋 让他到大门外等候片刻 他去屋里给他们拿银子 工人只好退到了大门口外 他在大门口等了许久 也不见林大爷出来 当他再次进屋找林大爷时 林大爷早就和那女子从后门跑了 林大爷就这样跑了 工人们拿不到一分钱 他的家里也空空如也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抵押 几个工人于是商量把棺材卖了 这才出现了后面的事 王大人听罢 让四个工人暂时在府里听后消息 他自有安排 一个月后 城里的四个大门和显摇位置贴出了一张布稿 上面写着 江阳大到罗末三年来作恶夺端 劫走银子二万多两 并且用脏船走私 前不久该犯在白塔四山甲里一号作案 毒死一人 现在此犯人已经落网 八月初十在施桥头斩首 三天后 施桥头刑场早已经挤满了前来看斩首的人 王大人早在人群中安插了牙衣 他们穿着便衣 仔细观察来围观的人群 五十三刻一到 王大人却突然宣布 白塔四山甲里一号命案与罗末无关 凶手另有其人 不过罗末的确罪大恶极 当场斩首之中 百姓们不关心罗末 有没有在白塔四山甲里一号杀人 他们关心的是有没有人砍头砍 所以众人都没有动 静呆着柜子手动手 此时一个年轻后生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 慌慌张张地朝门外跑了 安插在人群中的两个牙衣当即跟了上去 施桥头的斩首照常进行 大道罗末被砍了脑袋 两个牙衣跟着年轻后生走了几里远后 来到了一个叫做康山的村子 并走进了一间屋子里 一个牙衣在现场继续盯着 另外一个牙衣回到岸查斯衙门报告情况 王大人当即让四个工人 跟着牙衣前往康山村辨认凶手 回城的牙衣和四个工人 很快在康山村与那名丁梢的牙衣会合 此时那年轻后生和一个年轻女人 从屋里走了出来 二人背着一个小包袱 似乎要出远门 四个工人当即走上前去 一眼就认出了男子就是林大爷 那女子就是跟他在一起的女人 四个工人开口喊林大爷的名字 那年轻后生矢口否认 并想转身逃跑 牙衣们早就堵住了他的去路 三下五除二就将两个人其拿 五花大榜后 押去案查斯衙门交差 王大人再次声唐问案 这一次终于审清了这桩案子的真相 原来这个年轻后生叫林一清 是当地人士 自小没有父母 由邻居抚养长大 五年前 林一清在马吉春失业家里当管家 马失业的妻子死后 就续娶了秦氏围田房 这秦氏年轻貌昧 马失业老迈无用 很快林一清就和秦氏勾搭上了 一个月前 马失业接到家里来信 说是要回去料理父母后事 马失业于是辞去了失业的职务 准备带着秦氏回老家去住 林一清此时和秦氏正如交死期 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在马失业的酒里下了砒霜之毒 马失业被毒死后 林一清和秦氏把家里的钱财收刮一空 并将秦氏和钱财安置在白塔寺山甲里一号 临时租来的一间房子里 为了掩人耳目 林一清出面处理马失业的尸体 他请来四个工人买来棺材收敛了马失业 并和工人一起准备把棺材运出城去买了 结果走到半路他就心虚了 他担心守城的官兵会开关验尸 暴露自己杀人的真相 于是他撒谎说要回去取东西 偷偷返回了白塔寺山甲里一号 林一清返回白塔寺山甲里一号后 准备带着秦氏逃走 但秦氏说 马失业家里还有一对翡翠镯子忘了拿了 天黑后去拿了翡翠镯子再逃走 到时候出城也不容易被人认出来 林一清认可了秦氏的建议 但就在二人等待天黑时 一个工人上门来要钱了 林一清在棺材店买棺材时 给店老板说出了他的地址 所以工人就按照这个地址找到了他 林一清将工人打发到门口 他和秦氏却带着包袱 就从后门跑了 后来的事情就很清楚了 工人们把棺材放进将军庙 罗永成在巷子里诈尸 吴连生等人到了马失业的尸体去顶替 结果引出了这桩离奇的杀人案 案子到此真相大白 这是一桩连环案 案中案 王大人当即案率 判处林一清和秦氏斩首 并上报刑部和验 秋天到来后 林一清和秦氏被押赴狮子桥斩首 双双人头落地 这桩离奇的案子被称为死时挑灯笼案 曾在当地轰动一时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古人云 做人做事不可太贪心 贪心是毒药也是催命服 罗永成贪图小利 为了省下吃饭前差点丢了小命 林一清贪图美色杀人害命 最终和秦氏双双倍战 所以说 人在坐天在看 不要为小贪小利送了命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真理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